松山捷運宅通車後不漲反跌 无论是捷運文湖县板南县 从通车前到通车后 捷運沿线房价都是涨涨涨 但捷運真的是房价的万林单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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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车刚满半年的松山县 附近房价在通车后可是拉擦了 其实南京东路沿线 就是捷運这个话题 就是在103年涨到最高点 那大概是在落点 就在104万左右 但是这个话题大概延续 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现在目前大概回挡到 差不多90到95中间 是消费者会接受的价格 位于松山区塔优路 与通河街口的御售案 风韵秦川 刚好介于松山县的南京三明站 与松山站之间 基地面积不大 仅有152平 建筑外观以蛋糕造型设计 深度达两米的阳台 花了不少心思设计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建筑是呢 它用的食材跟强化玻璃的部分 去做结合 全市挑高3.6米基隆河 第一排景观是秦川的最大卖点 16到28平的规划 最低总价2000万元有涨 但换算下来 每平单价也要90多万元 在近来低迷的买气下 只能等喜欢景观的自助客捧场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